李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李財分判中 林秀榮 假如在美國工作起碼十年 有四十個或者以上的工作點 Work Credit 65歲就可以獲得 紅藍醫療卡Medic Care Medic Care包括兩個基本部分 Part A和Part B 前者包括醫院的費用 這個部分是免費的 Part B就支付醫生診病和治療的費用 也都包括十字車 醫療器材等等的費用 這個部分 一般人需要給130.4月費 收入較高的人士 保費會提高 最高可以達到428.6 政府規定 65歲開始領取Medicare 必須同時參加Part B的保障計劃 假如沒有申請到Medicare 當然亦都沒有參加到Part B 將來參加的時候 是會面對佛金的 每延時一年加入Part B 將來保費就會增加10% 即是假如遲了五年才參加Part B 將來參加的時候 Part B的保費 終身是會給人高50% 社安條例當中 容許某些人可以暫時不參加Part B 將來參加的時候 亦都不會被罰 他們包括65歲之後繼續工作 而僱主有提供醫療保險 就需要在申請的時候 說明有僱主保險 所以暫時不參加Part B 這樣將來參加的時候 就不會面對佛金了 因此即使僱主有為你提供醫療保險 你65歲的時候 都應該準時申請Medicare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